如何快速入眠,又讲到我们比较更擅长一些的了 作为一个自称为道义,从小还是在这方面,病的方面久经沙场 久病成良医这句话,你没有经历的实在是不懂 有的到老到走还不懂 你看老伴人身体年轻的时候都很好,经常干体力活动 当然身体方面是好了,但是其他的追求也相对比较少,过不少 所以生活很单调,也没想到什么负 那么我们说病啊,这是老天给人的考验 但同时他会逼着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学一些东西 你不管什么病,那就从这个方向入门就开始深入的 其实往往跟你得的什么病没什么太大关系 反而是得的久,得的重 这种自然会让你去怎么样把它调理好啊 各方面,人体都是一个整体的嘛 这儿那儿都是连带的五行 母生子,母生子,子生尊 然后这样五行轮转 那么话说过来 这个入睡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其实灵时,这个先天一口气 如果人的精神很旺,如果人的精神很旺,他的教是很少的 但是,后天一生下来,你看小孩子的教就开始多了 你不达到一定的修为 他是需要这个地补的 所谓天补,就是那一口气 自然的吞云毒物,三风引路 不需要吃什么,那也叫天补,很厉害 那么地补呢,就睡觉了 天就是不睡觉了 人补呢,就是打坐 如果你睡不着 那么睡前打打坐 到那个时间,到那个天时 他自然也想睡了 这个是最直接方便有效的养成习惯就好了 人打坐的好处,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那么天不地不人不 都加上了 这个到时候,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习惯了 放松,自然了 其实跟天 太阳一落山就困了 这才正常,你才是个正常人 那么,诸如此类 如果你还想借助外里呢,就泡泡热水 脚,来喝喝热牛奶,睡前 早起不要喝,早起它是阴的 它会让你不该困的时候困,这就不好 等等 爱酒啊,什么人 其实 他就是告你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 老天就是这样 来调教一个人 让你返回天道 不要自己好像你比天还大 没有 一切都顺道而行 其他的一些小方法那就比较小了 不易展开说明 这几个是最快的,最有效的 打坐游戏最好,它是免费的 什么东西外界都不用接触 往那一坐就好了 还有什么树绵羊啊那些 就是让你静心 都是一些辅助的东西 很多 用哪个有效多好 但是打坐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 所以这个反复强调 这道义怎么形成的 这个道旗找到了之后 什么都由静而动 你下地之后也会更灵活 干什么都会更灵光 不只是手脚精神 气爽 只要你养成习惯 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持之以恒 还能怎么样呢 那你不是 老想是没用的 感谢观看